第三百九十八章七彩长愁之天外非仙 叶 叶老爹对着惠姐道 我的儿不用理她 这女人就是个疯狗 你越是理会她 毛病越多 我们叶家的事情 凭什么让她来多嘴 惠姐道 爹 不行这女人金哥一定要给打压下去 人争一口气 如果金哥女儿不应战 还不知道这些人在背后要怎么对爹爹呢 所以金哥我就要光明正大的 让他说得心服口服 如果我能胜出 日后我们叶家的事情请你绕道而过 可以了开始吧 李贵妃看着无能女名声响彻京城的惠姐道 好 虽然本宫不知道你为何自信 但是本宫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输了 玉姬就要加入你们叶家了 惠姐道 好 那今天就要看天意了 我要让人都看看我们叶家的大门没有那么好近的 李玉姬一脸的不服气 看着这个女孩非常不顺眼 李贵妃那边开始了 李贵妃笑道 我这里有三题 第一个是个对子 且看你能不能对得上 人说知人 被人说知人 说人人被说 不如不说 请对下连 这个对子可是够难的 有足够的拗口 但是惠姐几乎没有思考直接对道 观管之管 被观管之管 管管管 被管 不如不管 好 对的好 整个宴会厅都沸腾了 很多人开始羡慕起叶老爹来 有个女儿为了他而战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 李贵妃脸色僵硬了一下 倒是太后和皇后还有皇上都很高兴 李贵妃道 第二题 这次我可不会挑简单的了 李贵妃说话都不靠谱 哪个简单了 不为难死人就不错了 李贵妃道 望江楼 望江流 望江楼下望江流 江楼千古 江流千古 请对下连 这次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深怕错过这精彩的环节 惠姐依旧自信地朗朗上口道 应月景 应月影 应月景中应月影 月景万年 月影万年 好真是太好了 这回真是精彩极了 就连沈阁老都站起来叫好 叶老爹别提多么骄傲了 惠姐道 李贵妃还有最后一题了 如果说三局两胜的话 我已经赢了 你还要继续吗 惠姐就知道这个女人不安好心 她肯定不能一个问题就完事 所以必须卡住先下手未强 限定在三个题目之内 否则谁陪她没完没了的完啊 李贵妃这次有些紧张了 不过很快放松了呼吸说道 嗯 自然是继续的 前面两个对子算你幸运了 这最后一题是你姐听好了 要用红尘可笑 开心逍遥未提 既要有曲子唱出来 还要有舞蹈跳出来 如何啊 李贵妃觉得 惠姐不过是个小女孩 今年才14岁 这么难的题目 她确实没有安了好心 这样的词汇一般出在那些见机的女子 给恩客唱着听 跑恩客欢心的 一般人可梦不好的 要是唱成了那些阴阴厌厌的暧昧的曲子 到时候这京城可就多了一道笑话了 李贵妃认为她想出来这样一道题目非常得意 还高傲地抬起下巴道 怎么纯会县主不敢应战吗 用不用本贵妃再换一道题目啊 哈哈 惠姐看着李贵妃那大嘴巴一张一合的 若不是场合不对 必须立刻脱了鞋子抽压大嘴巴 看她还嘚瑟不 庆会上前一步道 李贵妃多虑了 本县主要下去准备一下 还请李贵妃一定记得 今日之后 关于叶家所有的事情统统绕道走 否则别怪我们叶家不客气 李贵妃看了一眼是在必得的李玉姬 然后笑呵呵地道 纯会县主 事情办不到就不要先说这大话 如果经个你输了 那么玉姬就要进你们家的大门了 庆会微微皱眉道 李贵妃你今天坐在这里将矛头对准业家 随便找个什么身份不明自甘下贱 还嫁不出去乱七八糟的玩意 想要取代我的母亲 但你可曾想过我母亲 正一品真烈夫人卢欣 那是为了营救全城的百姓而牺牲 祖辈都说人不能忘本 我们叶家的当家主母 没有任何人能超过我的母亲 所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这个女子不配 李贵妃和李玉姬顿时脸都绿了 尤其是李玉姬 她在蓝城多么有名 怎么到了这里 就成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了 李玉姬狠毒地看着慧姐 等我成了叶家的当家主母 第一件事情就是捏死你 然后得到叶多的心之后 再拿捏你的婚事 不是说有后娘就有后爹吗 看你到时候还敢不敢如此嚣张 李玉姬气得浑身都在颤抖 什么时候她受过这样的气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若不是李贵妃拦着 她差点都要冲下来了 庆辉骂了一顿 心里舒坦了 说完转身就走 生怕自己忍不住 抄起鞋子抽压大嘴巴 金哥必须压扶住这些人 好在之前有些准备 倒是不担心 经过慧姐这样一提醒 顿时很多人的矛头对准了李贵妃 尤其是宋家大夫人审视道 本夫人认为 纯会县主说得太对了 这个女子就是不配 甚至没有任何女子 能超越真烈夫人的 而且真烈夫人是不可被取代的 就连肃亲王妃都淡淡地说道 本王妃也赞同宋大夫人的说法 真烈夫人不可超越 不过短短两三年时间 就有人将主意打到了叶家的头上 的确让人心寒 两个最有地位的妇人 都说了句公道话 余下很多的妇人开始附和 只有李家大夫人合适道 哼 真烈夫人再好 咱们也是承认的 总不能她走了之后 叶家就没有当家主母了吧 这算是什么事 第三百九十九章 七彩长筹之天外非仙 二 安国公府大夫人 也就是陈莺的母亲说道 有些人就是自以为是管得太宽了 叶家都不认为如何 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一年四季节礼也不少 该有的礼数也没差 就算没有当家主母也不算什么事 只要叶大人自己觉得可以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启国律法中也并没有一定要续弦的说法 有时候这人手伸得太长了也不是好事 你 李家大夫人合适一阵气闷 被安国公府大夫人给叶得一愣一愣的 可惜安国公府大夫人就是这样的脾气 所以李家大夫人合适只能气闷没有别的办法 然后算机歪歪地来了一句 哼 走着瞧 而李玉姬则是有些摇摇欲坠 被这些妇人们话给刺得好像都体无完肤了一般 甚至宴会听这么暖和 她都不自觉地用一只手臂抱着另一只手臂 李玉姬轻声地说道 表姐 是不是这件事情不成了 李贵妃安抚她说道 表妹你姐放心好了 金哥这事情怎么都要成的 那个纯会县主就是个没用的草包 咱们商议这么久的题目不会有错的 除非她早早就知道 那也是不可能的 李玉姬这才心里踏实了一些 早前她是真的不愿意来这边 在林中兰城那边多少公子哥排队求取 她都不愿意 谁承想挑来挑去的耽搁了两三年 今年接到了来自京城的信 整个李家宗族都热闹起来 最后挑出了五个女子一起上京 自己则是最出色的那个 李家承诺过 若是他李玉姬能嫁进叶家 这些女子则是他陪嫁的妾室 或者她们几个不愿意 可以在京城进行其他婚嫁 所以他一直都是那个最出色的 一路走来 京城的繁华已经迷花了李玉姬的眼 说什么也要在这地方扎根下来 也并非林中兰城不好 而是未来和这个地方没法子比 过此想来想去 李玉姬总算是安稳下来 经个嫁进叶家的事情 她是在必行 志在必夺谁也不能阻止她 李玉姬可是听说了叶家可是百年世家 家底肥的流游 到时候爹娘兄弟祖父祖母的全部上京来 再将他们这一支的族人全部安排过来 到时候也是李家族之里面最优秀的一支了 李贵妃说道 玉姬你放心 本宫自然有太多的方法让你嫁进叶家 你要稍安勿躁 李贵妃自认这些话没有人听见 的确声音小听见的人极少 但是有个人例外 这个人就是于萍的母亲于家于老夫人 于老夫人是将门之后 从前受过家族的训练会读唇语 所以李贵妃说了什么 她即使听不见但是都看见了 于萍的母亲于老夫人看着李家又开始玩老招数了 这么多年宫宴是年年恶心人 这次还恶心对于家有恩的叶家 老夫人不淡定了 再者说当年宫里于萍所处的二皇子 为何出事的 跟李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李家彻头彻尾都不是好东西 所以于老夫人说到 刚才纯会县主说的有理 老生觉得也是这回事 有些人不过是个白身 叶家人再不济也是一等侯府的侯爷 还是郑二品的封疆大吏 还是北部园城的成熟大人 什么时候宫里的娘娘 连世家和官员的亲事也要做出了 还弄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底细的白身 这样的人还敢咬住 说是给叶家做主母 真是笑掉人的大呀 于老夫人这样一说 很多老夫人都开始评论了起来 这些老夫人的言辞更加的犀利 差点让李渔姬从台子上摔下去 而于萍从来不放过任何和李贵妃作对的机会 她立刻在上面接过来道 皇上臣妾认为臣妾的母亲说的有道理 这场鄙视不管结果如何 臣妾都觉得应该尊重叶大人的决定 而且世家的门槛也没有那么低吧 皇上听了半天了 这回子正好想说几句话呢 于萍这话说得很对 所以皇上借此道 于萍言之有理 金戈士团圆宴 趁着大家都在 正在强调一下 从今天开始 所有官家和世家的婚事的问题 只有郑和太后还有皇后可以过问 其他人没有任何资格 如果有人阳奉因为私底下有小动作 怎么说记不住 那么朕自有让她冷静的地方 后宫前朝所有人都一样 太后和皇后校的十分从容淡定 反观李贵妃诸妃她们 则是眼里有了些惊慌 尤其是李贵妃差点从座位上掉下来 而李玉姬已经摇摇欲坠了 若不是想嫁进叶家的目标太强硬 她早就倒了下去了 这回很多人都心甘情愿地跪下来道 皇上圣明 其中以夜老爹的声音最大 好吧 看在皇上说出了多年想说的话 金各他夜夺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不少人谢恩的时候 可是真心地谢恩的 毕竟这些年李家和朱家 也不知道哪里出来那么多族亲旁之的 快要给官家和施家都塞满了 谁家没有几个这两个姓氏的夫人 或者是妾氏 所以金各皇上这样一说 不少人都觉得可以解脱了 日后这些女子要怎么处置 就不会顾及那么多了 而兄弟子女的婚事也不需要听从李家和朱家的意见了 真是太好了 今年的团圆宴最好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开始的热闹起来 推杯换展将宴会的氛围推到了顶峰 就在这悔子忽然传来一阵空龄的乐曲 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心神 紧跟着刚才还有些光线暗了一些的舞台突然间亮了起来 而且还有白色的仙气飞了起来 一个手中捂着七彩长绸的仙子飞上了舞台 让舞台瞬间如梦似幻 一只心不在焉的楚狮子几乎立刻就坐直了 眼巴巴地看着舞台的中间 宋莫义和陈宁这些狮子们也立刻盯着舞台 不知道这是如何营造出来的效果 仙境啊仙境 紧跟着白色的仙气淡化了一些 一个穿着七彩狭衣的女子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立刻有人认出来是慧姐 只不过梳着双环镂空发际如画中的仙女一般跌落凡间 白细的肌肤眉眼灿若星辰 纤细的腰肢 柔和的身段一举一动一平一笑 开始一段唯美的旅程 所有的人都忘了自己要做什么 有的人甚至酒都撒了也没注意 年轻的公子们嘴巴都保持一个啊自行不动啊 有些分不清这是不是仙女下凡还是真实的 第四百章七彩长筹之天外非仙 三 就连叶老爹都狠狠地惊讶了一把 慧姐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 她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而且如此轰动的效果 她也真的是很意外 慧姐的姐妹桃们全部都傻了眼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谁也没敢出声 深怕一打扰仙子就飞走了 曲子的声音继续 慧姐空灵的嗓音也跟着节奏唱了起来 红尘多可笑 事情最无聊 悟空一切也好 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扰 只想换得半世逍遥 醒时对人笑梦中全忘掉 探天黑得太早 来生难料爱恨一笔勾销 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 风再冷不想逃 花再美也不想要 天越高心越小 不问因果有多少 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 歌在唱舞在跳 长夜慢慢不觉晓 将快乐寻找 歌声继续 撒脱的曲子也在继续 慧姐的七彩长筹造成的效果可是空前绝后的 七彩长筹是两米宽 十六米长 长筹还被慧姐弄好了仿真的花瓣 效果太震撼人心了 速秋控制雾气 锦摸摸还将花瓣撒在中间 所以震撼人心灵的佳作就此出现 大家只看见仙子在中间 然后那七彩的长筹转成了圈圈 然后将仙子围在了中间 而且不仅是有仙乐 还有花瓣不停地飘落在舞台之上 让很多人的已经彻底的沉醉其中 不知道今夕是何夕了 太多的人认为这是仙子偷偷地溜出天宫 给凡间的人舞动一段动人心魄的曲子 甚至花仙都在帮忙 要不会和漫天的花瓣飞舞却没有跌落在地上 尤其是楚世子捂着自己的胸口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这一刻这般 心跳得如此的剧烈 不管怎样都控制不住 而且还有些心慌 这是天外飞仙吗 为何歌词会那么洒脱 楚世子看着慧姐 好像要转着转着要飞走了一般 不知道为何 这一刻他希望他自己也是天神中的一个 是那么强烈的想将仙子留下 然后一辈子对他好 从此做一对神仙眷侣 和楚世子有一样感觉的 就是宋墨义 沉醉在其中的他忘却了凡尘俗世的一切烦恼 只想和仙子共有凡尘 他也紧紧地抓着胸口的位置 心不受控制地要跳出来了 这一刻他愿意化作风 和仙子啾啾缠缠亲事相伴 慧姐的舞蹈根底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现在 身子也痒得差不多了 所以如此厚重的七彩长愁舞动起来 还真的舞动出了奇迹 七彩长愁像是有生命一般 在舞台的任何一个角落都留下了痕迹 好像不管七彩长愁在哪一个角度旋转 都像是整个舞台在旋转 舞台和七彩长愁融为一体 这一刻的舞台上的慧姐美得惊心动魄 看的人如痴如醉 风在冷不想逃 花在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每天越高心越小 不问英国有多少独自醉倒 今天哭明天笑 不求有人能明了一身骄傲 歌在唱舞在跳 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 慧姐都感觉这一刻舞台的自己 才是最熟悉的自己 也是最真实的自己 有的只有旋转 慧姐已经真的飞起了一两米高 她自己都不知道 这一刻的她轻视洒脱 逍遥如仙 曲终花落 整个宴会厅寂静一片 所有人都没有缓过神来 生怕给仙子吓走了 这么多年的宫宴 从来没有如此出彩的节目 甚至在以后的多少年 很多人都记得如此天外非仙的节目 不知道让多少人津津乐到了好久 甚至还一度传出 金安侯府的嫡女是仙子转世 给叶佳照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而此时在宫宴上 太多人不想结束 想让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很长时间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都能听得见 终于在一刻钟之后 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久久不息 这声音都能穿透了宫墙 连外面正月十五看花灯 百姓们似乎都能听得见 好 真是太好了 叶爱卿你教女友方 朕都羡慕你了 第一个出生的竟然是皇上 叶老爹也才缓过神来 立刻站起来道 微臣愧对皇上夸奖 太后和皇后也才缓过来 太后娘娘感叹地说道 皇上 哀家是看见仙女了吗 这孩子真是个好样的 皇后娘娘对着惠姐伸出双手道 惠姐到本宫这里来 让本宫看看 惠姐湿湿然地从舞台上走了下来 十几米的七彩长绸在背后铺开 依旧仙气十足 效果震撼 色彩对视觉很有冲击力 随着惠姐从舞台走到了皇后的跟前 然后惠姐才收起了七彩长绸 环绕在手臂上 太多的人意犹未尽 只是大家都不敢再提 因为在最后 他们都感觉仙子要飞走了 所以这回子看见仙子站在这里很踏实 这次不用惠姐说什么 皇上回身对李贵妃道 李贵妃你还有何意义 李贵妃也不得不识时务地道 皇上臣妾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皇上对叶朵道 叶朵你可听见了 李贵妃认输了 李家认输了 你也夺生养了一个好女儿 叶老爹自己本身也是激动异常 跪在地上道 微臣谢谢皇上夸奖 皇上哈哈哈哈大笑 这么多年了 经个最开心 然后皇上立刻道 皇后现在你已经回来了 日后有人进宫地牌子 需要有你的允许方可进来 后宫也需要严格起来了 皇后娘娘道 是皇上 臣妾什么的了 不过臣妾有一事相求 不知道皇上可否允了 皇上道 皇后姐说 皇后道 皇上 臣妾和母后回宫的时候 身体不适和伺候的人分开了 是慧姐这孩子救了我和母后 所以经个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候 这孩子如此才华人品 皇上应该给这孩子一些封赏才是 太后也立刻说道 皇上 皇后说得对 当时若不是慧姐这孩子 还指不定我和皇后如何呢 和这是该奖赏的 这次下面的人经过了刚才的震撼 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反驳的机会 也没有人想要反驳 给仙子什么都是应该的 第401章 大宴宾客儒家后悔 依 皇上则是龙颜大跃的道 好 从今日起 静安侯府嫡女叶庆慧 由淳慧县主 晋升为一等郡主 赏赐和封地随后赐下 启国18年正月18的清晨 是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 距离正月十五的团圆宴已经过去了三日 此时的静安侯府香月院正院里面 某个刚刚晋升为一等郡主的姑娘 正在赖床不起呼呼大睡 姑娘 快醒醒 快醒醒 经个府里还有一日的宴请了 姑娘快起来吧 不能再睡了 秀燕好笑地看着给姑娘用被子给自己卷成了一团 怎么也叫不行 真真笑也不是 这样站着也不是 待会还有好多人要来夜家呢 怎么也不能让姑娘这样继续睡下去 所以秀燕轻轻地摇晃那一团被子道 姑娘 姑娘起来了 真的不能再睡了 待会子那些姑娘夫人的就要过来了 快起吧姑娘 别吵 让我再睡一会 就一想会 闷闷的声音从一团被子里面发出来 然后又没了动静 这回子紧摸摸进来道 秀燕你这是怎么了 让你叫姑娘起床 这都多久了 怎么还站在这里呢 秀燕两手一摊 无奈地说道 景嬷嬷这可怎么办 姑娘怎么也叫不行 景嬷嬷你看姑娘 景嬷嬷这两天可真是忙坏了 里里外外地忙活 自从姑娘在公宴上演出了一支天外非仙的舞蹈 然后因为救了太后和皇后娘娘而进上了一等郡主之后 夜家就开始了门庭弱势的节奏 姑娘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 侯爷高兴得不得了 侯爷想着姑娘被封为县主的时候 都没有人给姑娘半桌酒席庆贺一下 这次晋升了一等郡主 必须让所有人都看看 夜家的姑娘可不是无能之辈 所以侯爷大手一挥开始准备大宴三天 已经宴请了两日了 景嬷是最后一天 好在景嬷都是世家中相熟的人家 人也不多 现在整个静安侯府都忙得翻天覆地的 只有姑娘躲在房间里面呼呼大睡 怎么都叫不行 景嬷嬷看着将被子卷成了一团的姑娘也笑了 其实心里也是很心疼的 这两三日姑娘的眼底都有轻盈了 可是没办法 来的人太多了 甚至那么多人不请自来 给侯府忙得不成样子 而且据说和侯爷密谈求亲的人 能从这里排到皇宫门口去 可是侯爷都给压了下去 说是姑娘没有急急 先不着急 但是也抵不住那些夫人们的热情啊 所以景嬷嬷上前拉拉被子的一脚说道 姑娘 快点起来吧 不然又要有人和侯爷提亲了 万一姑娘不在 侯爷看好了 同意了 事情就没有转环的余地了 谁 谁又来求亲 本姑娘不定婚事 谁敢求亲 慧姐这回是一个机灵 就坐了起来 虽然人还猛猛的 但是对于这定亲的字眼 可是反映异常灵敏的 现在的她对于婚事极其的敏感 尤其是这两日那些夫人看着她 就像是看仙女士的表情 恨不得立刻绑了 和自家儿子成亲的急切模式 给慧姐吓坏了 娘爱 这可是古代爱 能不能别这般热情啊 这回慧姐再也没法子睡了 立刻清醒了 赶快吩咐道 紧嬷嬷给我梳头上妆 秀宴给我更衣 亲信快去准备早膳 素秋去看看今天宴请的名单 都是些什么人 是 姑娘 奴婢这就去 得了慧姐的吩咐之后 一个个的都去忙了 秀宴将金戈姑娘穿戴的衣服 都准备好 放在了床边 然后先给姑娘打水洗净面 忙了一番之后 赶紧给姑娘穿戴 此时的慧姐现在也只能配合 这启国的衣服可真是很麻烦的 离三层外三层的 好在现在是冬季 否则还不知道这夏季的衣服 这样的穿法会不会误出废子来呢 很快小衣中衣都穿戴好了 慧姐随后坐在梳妆台前 悠悠着景嬷嬷将如云的黑发打理好 再简单地用些腌制水分 对于这些东西 慧姐不怎么喜欢 只是目前没有更好的替代品 也只能将就凑合了 很快一个纯美娇俏的慧姐 就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一头黑发被颈嬷嬷 竖了一个美人计 余下黑亮的绣发披在肩上 像是最美的颈段一般 有着柔和的光泽 这个发际是慧姐自己要求的 因为简单容易固定 而且搭配的发饰不用很多 这宴会一天下来也是很累的 若是饰品太多就太沉了 会很不舒服 故此金哥慧姐看了一眼衣服 然后选的是皇后娘娘赏赐的 一对海棠金簪 和两个花垫 其他的耳环和项圈 还有手镯都是这个花样的 可以说是赤金海棠春睡首饰一套 这些都搭配好之后 慧姐才将略深一些的 粉色海棠花颈段的 收腰长裙穿好 秀燕帮着慧姐 系好一掌宽的腰风 再照上同色系的斗篷 这样一看 真的很像是迎风绽放的海棠花 清临娇美 别有一番女子的小意在其中 虽然不是角色美人 但是看着就亲人心脾 非常的舒适 随后慧姐带着几个人 去了念心院的主院 和爹爹一块用早膳 到了主院 叶老爹早就等在那里了 慧姐上前一步行李到 女儿给爹爹请安 爹爹早上好 叶老爹这几天 一直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尤其是那种 我家有女初长成的骄傲感 不得不说 慧姐在公宴上 高调地露了一手之后 求情的队伍 真的要给 金安侯府的门槛踏破了 别提叶老爹多么骄傲了 不过看见慧姐 今日用早膳比平日晚了许多 气色也有些疲惫 叶老爹才开始检讨 这两天太忙了 给孩子都累坏了 慧姐快来坐这边 爹一早吩咐大厨房 给你做的鸡丝蔬菜肉粥 和金丝如意卷 你快尝尝 慧姐从膳如流地坐下 然后轻信伺候用膳 爷俩很轻松 愉快地用了早膳 之后叶老爹说道 慧姐 这两日太忙了 是爹不好 没考虑你的身体 慧姐娇然意笑地说道 爹爹 这有什么的 皇家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 如果我们闷不吭声的 猜不对呢 女儿如今是一等郡主 在一等侯府来说 已经是破格提拔了 如果不大肆操办一下 哪里能让圣上满意 毕竟很多国公府 都没有郡主的位分呢 第402章 大宴宾客儒家后悔 二 再说了 咱们虽然辛苦也不吃亏 毕竟上门也没有空手来的 爹爹 你放心好了 过了今日 咱们还和从前一样 自然也不会有人说 我们是爆发户的心态 那些人就是酸饥饥的 得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 叶老爹看着 慧姐小财迷的模样也笑了 说道 你这孩子 真是的 哪有女儿家这样爱财的 若是传了出去 得成了什么样子了 慧姐依然得意地说道 爹爹 女儿爱财 但是取之有道啊 咱们不偷不摸的 凭着本事赚来的 有何不可 这世上很多人都是假模假样的 嘴里面说着不爱财 两袖清风 谁知道背地里是如何敛财的 所以女人爱财是正大光明的 呵呵 叶老爹也被慧姐给逗笑了 说道 好好 我儿说得有理 好吧 一会客人就上门了 你快去忙吧 过了今日 你就好好地休息几日 就是想去庄子上散散心 爹也同意 慧姐这才起身 挽着叶老爹的胳膊道 谢谢爹 爹爹一定是天下最好的爹爹 叶老爹被女儿拍得那叫一个舒坦 立刻道 好好好 这次宴请的所有礼物 都放在你的私库可好 慧姐这才来了一个大大的笑脸道 只我这爹爹也 那就这么办了 庆慧是高高兴兴地走了 叶老爹看着慧姐得意的小样 也是乐得合不拢嘴 对于叶老爹来说 能给女儿最好的 绝对不能退而求其次 这么多年苦了这孩子了 别说这点东西了 就是整个侯府给了慧姐叶老爹都不心疼 谁让他掖夺这辈子 只有一个宝贝闺女呢 其实叶多压根就没有想过 女儿会变成今天这般优秀 他亏欠这个孩子的简直是太多了 所以能弥补的 他尽量弥补 总之不能委屈了孩子 四十三刻 很多客人陆陆续续上门了 这回女眷这边是慧姐来招待 男兵则是叶老爹亲自招待 经个宴请的都是相熟的人家 肃秋已经将名单给了慧姐 慧姐按照各个客人的喜好 吩咐亲信他们摆桌子上菜 需要注意的细节 比如慧姐对着亲信说道 亲信沈夫人喜欢清淡些的饮食 上菜的时候将这道妖果西琴百合放在沈夫人跟前 另外玉娟姐姐喜欢拔丝地瓜 将这道菜离这近一些 亲信点头表示明白 现在秀燕管着慧姐的衣衫 亲信管着吃事 紧摩摩是一等掌饰摩摩 管着慧姐院子的所有事情 肃秋的差事则是贴身保护和外出办事 到现在为止 慧姐身边的人也没有增加 现在的人刚好够用 外院还有叶朗那十个人和叶二那一拨人十个人 也都放在了慧姐的名下 叶摩摩和叶中依旧是打理侯府 这样一来虽然人不多 但都是可用可心之人 静安侯府的运转一点都没有问题 静安侯府这边热闹非凡 倒是仁安伯府卢家气氛有些低迷 今年整个年也都在这气氛下度过 仁安伯府的主子们 此时都坐在花厅里面 商量着是否要去叶家上门贺喜去 卢戴荣今天比较安静 似乎是被慧姐那一场扣人心弦的舞蹈给打击了 现在狄卢戴荣感觉似乎从来不认识慧姐一般 或者从前住在卢家的那个慧姐 和现在的慧姐已经有太大的不同 让人都不敢认识了 二房敌卢戴秦倒是安静一些 今年的卢家二房过年也紧巴巴的 那个嫁出去的卢戴荣就是个没心没肺的 过年就差人送了些年礼回来 人都没见到给徐氏气得直蹦 以往像是他卢戴秦或是卢戴荣 在卢家多事高高在上无往不利的 曾经的他们压根没将慧姐和卢戴汉放在眼里 结果现在慧姐成了一等郡主 启国还只有肃清王府的新和郡主十一等郡主呢 文若郡主那类从公主降级下来的不算 现在的慧姐无能女的名声是彻底的没有了 还多了个非仙的雅昊 听说这个字还是皇后赐下的呢 他们则是什么都没有 岂能甘心 就连卢戴汉嫁了人了 日子过得也很不错 徐氏上门闹了极场也不管用 反而被陈家的人给轰了出来 别提多么气人了 所以卢戴荣和卢戴晴金格的情绪不高 也可以说受到了刺激 这种刺激是就是一道伤口 对方越好 他们就越难过 卢家大老爷卢之谦和二老爷卢之谦都在厅里 氛围有些沉默 一直没做生敌卢大老爷卢之谦看了一眼 范氏说道 俊辉哪里去了 人怎么还不过来 范氏不知道卢俊辉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 这不是赶紧吩咐林嬷嬷道 林嬷嬷你去大少爷的院子里面看看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办住了 若是没事让大少爷和大少奶奶赶紧过来 林嬷嬷道 是 老奴这就过去 卢大老爷卢之谦说道 这孩子明知道有事还慢慢疼疼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金格有些后悔的也有大老爷卢之谦 若是早早定下了惠姐和辉哥的婚事 金格惠姐的荣耀就有卢家一份了 想想就有些扼腕 谁能承想见天哭天抹泪的惠姐能有如此造化 听说圣上还将惠姐的封地扩大了一倍 赏赐的金银珠宝什么的有十来箱子 更别提太后和皇后赐下的了 叶家现在还风光无限的大雁宾客 听说求情的人就差给金安侯府的门槛都要踏破了 反而看看他们卢家 门可罗雀的连只小鸟都没有了 范氏说起来没有那么难过 对于惠姐她从来就没有喜欢过 虽然朱武有很多不足之处 但是这个儿媳妇是她亲自挑选的 所以怎么看都比惠姐强百倍 只不过和惠姐比起来 朱武的命苦一点罢了 没那么好的机会 所以凡是对于这件事情表现还算是正常 二房的徐氏向来都是个幸灾乐祸的主 这回子看掌房的气氛低迷 她自己都忘了和卢黛汉那个嫁出去的白眼狼 置气了 她现在是越看掌房夫妻不如意 她就高兴啊 这不是徐氏哪壶不开梯哪壶的说道 打个大嫂 你说说你们当初怎么想的 让惠姐和俊辉亲上加亲 这是多好的事 非要弄一个嫡子都生不出来的猪五 你看看俊辉的后宅里面 哪日不是鸡飞狗跳的 第403章大雁宾客如家后悔 三人家惠姐现在可是一等郡主了 就是不算封地 每月的月缝都有两百多两银子 一年可是两千八百两银子的镜像呢 这一年手里的产业 皇家的赏赐 累积起来足够养活好几个卢家 你们真是大度 将惠姐给推了出去 你们看看现在惠姐可是香波波了 整个京城谁不知道 金安侯府嫡女是仙女下凡 打个大嫂你们可真不是一般人 将这样的孩子给拒之门外 真真是啊 范氏被徐氏给说得脸色铁青 范氏在看看卢大老爷的表情 夫妻多年怎么不知道老爷是后悔了 所以范氏立刻道 弟妹 说这些做什么 也不怕得罪了叶家 徐氏嘟嘟喃喃的道 我怕什么 又不是我徐氏害了人家孩子的 不给吃不给喝的 某些人眼里就只有银子 人家叶家不计较就真心不错了 要我说金的咱们别去了 讨人嫌犯不上 还不如置办些好的东西 然后叫卢大管家给送过去的好 省着到时候叶家人不待见 那么多人多尴尬 徐氏的话让大家都更加沉默了起来 就连范事也难得没有反驳 虽然徐氏的话比较粗糙 但也是实情 现在京城大部分人都知道叶家和卢家不睦 若是当场起了尴尬 以后指不定被别人如何编排呢 屋子里面的氛围就这样安静了下来 都等着卢俊辉过来 卢大老爷还有些蜥蜴 希望卢俊辉代表大家过去 一个小辈估计叶夺也不会那么不给面子才是 此时迪卢俊辉刚和朱武大吵一架 朱武酸唧唧地说什么 怎么了你后悔了是吧 他现在都是郡主了 你敢说你一点没有喜欢过他 现在后悔有什么用 卢俊辉看着朱武道 好了不要再说了 慧姐还没有定亲 这样的话说出去会让人误会的 哎呦 这是心疼了怎么着 若是心疼了当初和我定亲做什么 巴巴地娶我过门做什么 现在人家是郡主了 保不起一些人后悔的要命吗 朱武一点不客气地继续刺激卢俊辉 经个婆婆那边让他们过去 朱武怎么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就是不想看见卢家对叶家低头 不想看见卢家一家后悔的样子 好像自己进门挡了他们的好日子似的 这样朱武怎么不郁闷 所以说起话来一点都不客气 正好林摩摩这回子到了 才缓解了差点失控的场面 卢俊辉一甩袖子道 我先过去了 你且自便 说完辽开帘子就走了 留下朱武气的发猛 林摩摩只能等着朱武一块过去 卢俊辉走到了屋外被冷风一吹 人也清醒了许多 想着往日慧姐对自己的信任 对自己的勤奋 一直到后来和自己的针锋相对 成为仇人一般 这些无时不刻地在提醒 他已经和慧姐渐行渐远 是永远不可能有结果的 所以说现在整个卢家最后悔的是卢俊辉 尤其是在宫宴之后 整个京城都在议论叶家敌女士仙女下凡 不知道哪个男子 有天大的福气能娶回家里来 他卢俊辉就是个大傻子 将这样的好机会送了出去不说 还赔上了家里的产业 还有他自己的前程 卢俊辉一边往松柏院竹院那边走 耳边不时闪过卢家奴婢们 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的话 爱你们说叶表姑娘真的成为一等郡主了吗 听说和文若郡主都是一个级别呢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人家叶表姑娘的父亲是一等金安侯 叶表姑娘之前还是县主 这次宫宴表现这么好 还救了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 还有皇后娘娘腹中的皇子 叶表姑娘救了三条皇室的三条性命呢 自然是步步高升了 可不是 不知道你们这两日出去了没有 听说啊 现在大街小巷都是说的叶表姑娘的事 都说叶表姑娘是天外飞仙呢 可惜了咱们大少爷和叶表姑娘没凑成一对 要不咱们卢家也跟着飞升呢 那是当然 想当初叶表姑娘对咱们大少爷那么用心 傻子都看出来叶表姑娘对大少爷的喜欢 谁知道叶表姑娘大病一场之后 就和咱们大少爷不相往来了 谁知道这其中会有什么事 算了算了 咱们说这些有什么用 当初叶大人和卢家清算的时候 可是一点颜面都没有留下 更甭提现在大少爷已经有了大少奶奶了 都干活吧 一群丫鬟散了之后 卢俊辉从树后面走了出来 刚才丫鬟们的话都让他听了进去 此时他脸色阴郁地走了出来 耳畔都是刚才丫鬟们议论的话 说白了都在笑他傻 有了这个认知之后 卢俊辉的脚步没有停止 而是大步地朝着松柏苑主院走去 最终卢家几个主子商定的方案和徐氏说得差不多 叶家这么大的喜事 卢家不去不好 而且卢家也不想让京城的其他世家戳了几两股 所以打电了两样拿得出手的礼物 让卢俊辉去贺喜 宇隽这边范氏和徐氏都不想去 只能让朱武跟着去 不仅如此还带了卢戴荣和卢戴琴一块过去 估计一会这些人见面就有热闹桥了 叶家这边宾客都来得差不多了 已经准备要开席了 这回第一个来的是陈英 经个一大早她就起来了 她有好多问题想要问问惠姐呢 所以急性子的陈英怎么能睡得着 故此经个陈英来得最早 随后是宋玉娟 妍妍 于婕 还有沈静叔 张言和张轩 还有韩家影和韩家蕊 基本上惠姐的小姐妹们都来了 香月院里面立刻就热闹起来 大家相互寒暄之后 陈英几乎跳到惠姐的面前 巴巴地问道 惠姐 你也太厉害了 你都不知道当时你的舞蹈结束之后 我们几个都傻了眼 谁都不敢出声 生怕给仙子吓跑了 你可太真人不露相了 宋玉娟也笑呵呵地道 可不是惠姐 那个场面你自己不知道 简直是太美了 我若是男子 一定要给你娶回家里藏起来 哈哈哈哈 几个小姐妹哈哈大笑 不过宋玉娟说的也是大家的心声 妍妍也说道 惠姐你好厉害 一点都没和我们透露过 你不知道当时我母亲还问我知不知道呢 我哪里知道啊 要是知道怎么也要上舞台一角混个角色啊 第404章 叶家古方商之一事 依依 于姐也腼腆地道 惠姐 当时的你好美啊 我都不能呼吸了 这几天家族里面的哥哥们见天地和我打听你的事情呢 沈静书道 哎呀 惠姐你不知道 你对上那几个对子 我祖父天天在家研究 说你不是男子 可惜了 如果你是男子 我祖父都要收你为关门学生呢 寒家营也揭查道 是啊 惠姐我们寒家的人都很感激你呢 若不是你皇后姑姑不知道会如何呢 我母亲说了改日一定请你去我们寒家赴宴 专门答谢你 小姐妹们一见面叽叽喳喳的好热闹 夫人们那边金哥也都来了 宋大夫人沈氏 金哥帮忙照顾宴会 毕竟惠姐母亲不在 惠姐接待小姐妹们还行 但是那些夫人们 惠姐就不大方便了 毕竟夫人们谈的话题 是她这个小姑娘不能掺和的 所以经个叶家宴请 请了宋大夫人沈氏帮忙 沈氏也非常高兴 一场宴会就这样热闹地落下帷幕 兵主尽欢 叶家金哥准备的菜品什么的 大家都很满意 尤其各个夫人对惠姐特别的满意 言语里都有结亲的意思 不过他们在女儿家跟前不方便多说 都是让自家的老爷和叶多商谈 等到了最后 叶家也拿了一些小点心 让大家带回去 送走了最后一波宾客 叶家才算是安静了一些 借此叶家大宴宾客 才算是落下帷幕 惠姐都累得趴在床上 快要起不来了 叶家的其他人也是如此 梅姨惠子惠姐就歪着睡着了 这惠子 卢家的人才 湿湿然地来迟了 夜中看见他们就没有好脸色 但是还有些宾客刚刚走 这惠子闹起来了不好 只能黑着脸 让他们进了叶家 卢家卢俊辉 带着朱武和卢戴荣 走在叶家的武进的大宅子里面 这几个人眼里都有说不出来的震惊 叶家真是低调的富贵 尤其是卢戴琴眼睛都要花了 路过惠姐院子的时候 人都猛了 惠姐竟然自己住着这么大的院子 叶嬷嬷看着几个人就没有好脸色 各位卢家的主子 不知道经个来叶家有何贵干 我们侯爷和郡主都忙得很 若是没事你们且回吧 卢家的人一听叶嬷嬷一个奴才 都下了逐客令 卢戴荣立刻气得脸色通红 不过爱着这里是卢家 不好直接发作 卢戴琴也是这样的想法 进了静安侯府之后 卢戴琴的眼睛都不够用了 哪怕他们现在所处的花厅 不过是一个偏乡 里面的陈设 拜访都非常讲究的 卢戴琴不得不 从新姑娘惠姐的价值 同时内心有些后悔 以前那么对惠姐 不知道现在 还有没有修好的机会 朱武没有那么多顾及 虽然她已经极度地要疯了 但还是秉着 伸手不打笑脸人的方案说道 叶嬷嬷 不管如何 咱们两家也是亲戚 叶表姑娘 如今都是郡主了 我们卢家自当是来贺喜的 不知道郡主有没有时间 我们见一见 叶嬷嬷也不好 直接将事情弄得不好 所以不高兴地道 你们且在这里等着吧 本嬷嬷去看看郡主 有没有时间 如果有就见一见 如果没有你们 就且回去吧 叶嬷嬷说完了就走了 她确实不耐烦 看他们这几个人 这大好的日子 他们过来 要么就是打秋风 要么就是想修好 可做了那么多恶心事 差点害了姑娘的性命 凭什么还有脸上门 经个不用大扫把 给他们轰出去 都是便宜他们了 看到叶嬷嬷这个态度 诸武恨得咬牙切齿 不过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她已经嫁进了卢家 这两个月 卢家的风平 已经降到了最低 家里的经济 也捉襟见肘 而且曾经因为叶家 和卢家交好的人家 现在因为叶家的态度在这里 很多人家 都不和卢家来往了 可以说卢家 现在门口罗雀 很大一部分原因 在叶家这里 如果叶家 能和卢家交好 那么又是一番天地了 诸武嫁了人之后 才明白 很多事情 不是你想如何就如何的 也不是你有能力 就能撑起一个门楣的 这是需要多方面 势力合作 才能达到的结果 像是经个叶家 大宴宾客 这些客人 卢家就是想请 都没有机会 但是在叶家 还有不少不请自来的 这就是差距 即使诸武恨得要死 也不得不承认 以往他瞧不起的叶庆慧 的确比自己 有很多优势 朱武也不是没有想过 让父兄和朱家 拉拔卢家一下 可是他毕竟是 朱家三房的姑娘 有很多话 就连祖父都不能承诺什么 自然他这个小辈 更无法要求什么 朱家是个很现实的人家 要么给朱家银子上的支持 要么给朱家 其他能利用的支持 可惜这些卢家都不具备 所以现在的卢家 需要帮助 需要从贵族圈里面 重新站起来 故此只能忍了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 卢戴荣说道 你们说惠姐能来吗 卢戴荣不自信地说道 这个不好说 希望他不会嫉恨咱们 卢戴荣看了看 这个房间说道 惠姐的家里真大 比咱们卢家大很多 也华丽很多 不知道他会不会 邀请咱们能来住上几日 这样外界的人就会相信 卢家和叶家重新交好了 卢戴荣对于这个话题 也很兴奋 巴巴地说着一路见到的 最后意犹未尽地道 这里可真好 朱武不屑地看着两个小姑子 那个叶庆慧可是个铁石心肠的 估计不能那么容易松口 这两人还在这里做梦的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 这几个人里面最郁闷的自然是卢俊辉 早两年他也是来过叶家的 只是当时他年纪小 不曾仔细思考过 等现在都想明白的时候 很多事情已经误使人非了 惠姐如今已经是郡主 还是一等侯府的千金 他真是瞎了眼 听了父母的决定 迷上了朱家的权势 选择了朱武 现在看看朱武这善度极恨的样子 哪里配得上他如俊辉 如果当初选择的是惠姐 或者对惠姐再好一些 是不是经过这一切 就有他卢俊辉的一份 或者名利财富地位 都会上升几个台阶 现在整个京城 穿得沸沸扬扬的 就是叶侯爷 打算给叶家嫡女 找上门女婿 或者直接由淳慧郡主 继承爵位 卢俊辉觉得自己太傻了 天下第一的大傻瓜 第405章 叶家古方伤之一是 2 这边叶嬷嬷已经到了香月院 将事情告诉了锦嬷嬷 锦嬷嬷看着姑娘刚刚歪一下 但是这个事情 侯爷不方便过去 只能轻声地道 姑娘卢家的人来了 姑娘要不要见一见 惠姐睁开眼睛笑了一下 卢家的人脸皮可真厚啊 还好意思上门来 惠姐坐起来道 卢家的人都好意思上门了 咱们自然是要过去看看啊 至少本郡主 想看他们给我行礼的样子 多好 锦嬷嬷看着调皮的姑娘 也理解姑娘的做法 要让这些人看清现实 自然是要受到一番打击才好 然后给姑娘拿着赤巾掐丝 发廊手炉 照上海棠花云井斗篷 带着几个丫鬟护卫 浩浩荡荡地去了主院 接待客人的花厅 叶老爹知道消息之后 看不出来表情道 叶中你且带着人去看看 若是他们来闹事的 就赶出去 尤其不能让他们冲撞了惠姐 是侯爷 老奴这就去看看 叶中也是有些不放心的 毕竟这里面 有个后悔得要死的 卢家大少爷 别说出什么有的没有的 还有那个性格非常极端的猪五 别闹起来 这大喜的日子可不好了 叶中随后出去了 叶老爹则是坐在书房的太师以上 想着卢家来的目的 不过是那么几种 不过不管是什么 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家 日后是不可能交好的 谁说也不行 卢家这种给个杆子 都能爬上云端的人 别管那是乌云还是什么云 一旦扶持起来 或者交好 就没完没了的索要 没有了利用价值 最后就什么都不是 所以卢家注定和叶家 不是同路人 哪里凉快 哪里待着去 这回子惠姐一行人 已经到了主院的待客花厅 惠姐施施然地走了进去 花厅里面几个人都傻眼了 卢代荣和卢代晴 是被惠姐的一身 如此高端的行头 给吓傻了眼 这些东西就是 他们过年都不曾见过的 或者说一辈子都不曾见过的 朱武则是被没出息的 卢俊辉给气傻了 当然他自己也十分欲足 现在的叶庆辉 容貌变化太大了 可不是当初那个 哭哭唧唧的懦弱样了 卢俊辉刹那间都不能呼吸了 他好像看见了海棠仙子 朝自己走来 那样的明媚 那样的风华 风采绽放 谁也夺不走那种光芒 他只感觉 自己的心都不是他的了 尤其他们几个 竟然能在惠姐身上 看见霸气 对就是一种属于女子的霸气 张扬而明媚 这是他们羡慕 却不具备的 这几个人都盯着惠姐看 紧默默提醒到 见到郡主李英行礼 这几个人才不甘不愿地行礼 惠姐很解气地看着这几个人 没想到最先缓过来的是卢戴荣 他立刻上前想挽着惠姐 被惠姐避开了 他丝毫没觉得尴尬 还继续热情地说道 惠姐你的家真大 你这身行头真漂亮 有时间去卢家玩吧 我爹娘都念叨你呢 要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以为惠姐和卢家多好呢 卢戴荆也巴巴地道 惠姐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去卢家啊 我都想你了 这夜家好漂亮好大 什么时候你也邀请我们来住上几日 我们几个小姐妹也说些悄悄话多好 卢俊辉半天憋出了一句话道 惠姐 你 你 还好吗 只有诸武公式化的孝道 不好意思啊 惠姐我们金哥喝喜来晚了 你说你也是的 这么大的事情也没去卢家通知一声 公婆还是从外面听说的 这才来晚了 卢家过两日也会宴请 想要邀请你去呢 你看是不是金哥就定下来 这几个人都巴巴地说完了 结果发现惠姐就那么冷冷地看着他们 一句话都没有回过 场面有些尴尬 惠姐的眼神冰冷犀利 让几个人有些色缩 好像感觉真的不一样了 惠姐面无表情地道 念在曾经有亲戚的份上 金哥就不和几位计较了 日后见到本郡主称呼上 就不能惠姐惠姐的了 否则我会不客气的 至于你们卢家弄什么乱七八糟的 本郡主一点兴趣都没有 也没有和你们修好的意思 金哥能过来一趟 就是为了和你们说清楚 日后没事别来叶家 至于卢家我也不会去 咱们这亲戚早在年前就断了 做了那么多没脸的事 现在受到打击了 就像在从叶家这里拿到实惠 那是做梦 好了本郡主没有时间和你们啰嗦 带上你们的东西 从叶家离开吧 惠姐说完就走 给卢家几个人弄得傻眼了 哎 惠姐 不郡主别走啊 几个人都急了 速秋往前面一挡 叶朗他们几个人在虎视眈眈地看着 他们就谁也不能再上前了 只能愤恨地看着惠姐离开 他们则是灰溜溜地离去 这趟来的真是太不好了 可以说他们是被叶家给赶走了的 在叶家的大门外 几个人看着静安侯府高大的门楣 急许心思 几多哀愁 几分算计都无从施展 只能别搅地离开了叶家 很快一些人就知道 叶家没有给卢家好脸色看 卢家没得到实际的好处 现在的卢家已经要跌入谷底了 尤其是几个人在马车上大吵特吵 恨不得几条街的人都听见了 闹了很多笑话 到是朱家知道消息之后 朱丞相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是时候了 没有人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不久的将来估计就都明白了 惠姐回到自己的院子 好好地笑了一通 秀宴高兴地道 姑娘 奴婢瞧着卢家几个人便秘的表情 别提多高兴了 往日里面他们高高在上 现在好意思来 尤其卢戴荣和卢戴琴 还想来叶家住几日 这脸皮能不能再厚点 亲信也乐呵呵地道 姑娘真是太解气了 卢家是个什么 他们当自己又是什么东西 还和叶家处处相比 做了那么多不要脸的事情 还敢上门招摇 真是没得救了 经个惠姐特别的高兴 看见几个人给她行礼 真真是出了一口鸟气 这卢家就这么扔着好了 卢姐就是要眼馋眼气 看自己越来越好 他们越来越差 这样的生活才够开心 忙了一天累得够呛 卢姐因为高兴很快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都已经是第二日了 卢姐和叶老爹用过了早膳 去了书房 卢姐将那本在叶家 无意中得到的古方拿出来 和叶老爹商讨 第406章叶家古方商之一事 三 爹爹 为何在公宴上听玉娟姐姐说 咱们叶家曾经有个姑姑很厉害 留下了这本胭脂水粉的古方 听说还有几个铺子做得特别好 可是为何后来就没有了呢 说到这个问题 叶老爹说道 这件事情的确是有的 不过对你来说 这辈分可不是姑姑这么简单 连爹爹都要称呼姑祖母 甚至是曾曾姑祖母了 就咱们爷俩不用那么麻烦 暂且称呼姑祖母吧 听老一辈讲 这个姑祖母在先先帝时期 和先帝前妻 是个很优秀的女子 在叶家也是很出类拔萃 所以这个故事说起来 应该是至少五代以前的事情了 爹爹也是听老一辈的说过 当时这个姑姑 喜欢鼓到这些胭脂水粉 惠姐你知道 叶家不差这点银子 就随着她开心 结果她在这方面很有天分 还真的弄出了一些名堂 那些配方 连现在京城江架的眉烟方 都不可相比 立刻给叶家赚了 很多很多的银子 并且有一些 还卖到了其他国家 今天启国位居五个国家的第三位 和那时候的银子 是有些关联的 一开始还是很好的 可惜你这个姑祖母 因为年少不经事 爱上了当时朱家的嫡子 叶家本来就不会 和这两个世家通婚 但是考虑到 你这个姑祖母的受宠程度 也打算成全她 谁知道那个朱家的嫡子 要的不过是你姑祖母 手上的方子 后来那个男子 骗了你这个姑祖母的感情 最后为了拿到了部分方子之后 不惜为了拿到全部的方子 设计让你姑祖母和亲 再也不能回到京城 惠姐不曾想到 这里面会有这样一番恩怨纠葛 赶紧到 爹爹那后来呢 叶老爹有些伤感的到 后来黄命男为你姑祖母 不得不去和亲 走之前 你姑祖母一怒之下 关闭了所有的胭脂水粉铺子 撕了和那人所有的书信 将这本方子 交给了当时的叶家大组长 然后就决绝的和亲去了 结果朱家的嫡子 在最后也没有收到全部的方子 在和亲的路上 伏击了你这个姑祖母 伤了她的腹部 没有了生育的能力 在和亲的那个国家的王府里面 一点不得宠 不过 半年时间就去了 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惠姐有些伤感 这个女子好烈性 可惜命运多舛 尤其是朱家的男子 TN不是好东西 猪狗不如的玩意 就像是今天的朱哲那种人 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人 心思歹毒之辈 朱家人欺骗女子的感情 还想要人家的东西 有这样不要脸面的事情吗 惠姐道 爹爹 朱家欺人太甚 不过那个姑祖母很可怜 轰轰烈烈地爱了一场 不过是个笑话 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叶老爹说到这里 也有些来气得到 这就是叶家后来修改了祖训 坚决不能和朱家和李家联姻 无论任何原因都不可以 这两个人家就不是好东西 为了利益可以践踏任何一切 惠姐道 后来就没有任何事情了吗 叶老爹道 怎么会没有 叶家的男子都是重情重义 爱护妻儿之辈 你姑祖母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 大病一场 你姑祖母的母亲也一病不起 没两年就都走了 家主过早地离开 对叶家来说可是很大的打击 朱家和李家趁机就分走 和抢占了叶家不少的市场 若不是你姑祖母的哥哥咬牙坚持了下来 估计叶家今个都不存在了 所以叶家和朱家李家注定不能和平相处 好在是叶家有底蕴 否则大伤元气的叶家早就无影无踪了 说到这一段叶老爹自己也很生气 而且是越想越气 这么多年了 多少代了 朱家和李家依靠卑鄙的手段 依然存活到了今天 高调张扬 而那些被他们掠夺侵害的施家们 则是如今都没有了声音 甚至退出了施家的舞台 真真的可恨 惠姐道 爹爹你不觉得到今天位置 这两家还这样逍遥 就是因为有银子做后盾吗 就连皇上女儿都觉得他憋屈 明明看见李贵妃和朱妃就恶性 还不得不放在后宫 给予权柄 明明特别隔音这两个人 还和这两个人生了孩子 甚至在朝堂之上 依然没有皇上一言堂的位置 虽然如今也改善了不少 但是女儿是看明白了 如果一下子能动了还好办 就怕动不到根源 恐怕就要劳民伤财 甚至汇动了国家的根基 所以女儿说皇上憋屈 要不是肃清王府咬牙扛着 估计皇上的库里面都没有银子 叶老爹赞赏地看着惠姐道 好孩子 你说得太对了 恐怕多少朝中的大臣 都没有你聪慧 看来沈阁老说得对 如果你是个男儿 恐怕将来的成就 绝对不会比爹爹低的 惠姐玩耳一笑道 爹爹 即使我是个女儿 不说出类拔萃 但求无愧于心 好 我儿说得好 有志气 爹爹赞同也赞成 多少代了朱家 利用财富网络了读书人 轻易动不得 而李家拿到了财富 用来巩固在军中的地位 所以皇上有皇上的难处 若不是朱家和李家争执不下 恐怕金戈的皇家姓氏 都要换了的 本身李家和朱家 在多少代开国的时候 就是两支最大的部落 然后慢慢发展到了今天 所以尽管皇上有多么的不喜欢 但是也没有办法 稍微弄不好 就是霍国殃民的事情 所以曾经先帝和皇上 说过一句话 就是 帝王之术就在一个人字 所以到了先帝那一带 才和李家朱家打成了平手 否则就不是今天 你看到的这样了 叶老爹作为皇上身边的近臣 可能看见的 遇见的更多一些 所以叶老爹也毫不避讳的 和女儿说起这些 因为她知道 慧姐不是一般的孩子 也不是普通的孩子 别看年纪小是个女儿家 但绝对不输给任何男儿 她掖夺有老天的保佑 给了这样一个好孩子 是她的福气 也是叶家的福气 一时间书房的氛围安静下来 思考一番之后 慧姐做了一个决定 认真的道 爹爹 女儿要经商 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希望爹爹能够成全 现在的形势 虽然是风平浪静 但是女儿已经感觉到了危机感 朱家用银子 将读书人给笼络的构奖 他们是在给我们这一辈的 朱哲铺路 朱家世代都是成像 即使后宫的朱飞没生育 但是朱家那么多女儿 多送进去几个也没事 或者将来寄明一个在朱飞的名下 也不是不能 那么我们这些世家 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 第407章 叶家古方商之一是 四 慧姐见到叶老爹在皱眉 估计是不想让女儿抛头露面 怕单个自己影响自己 但庆慧可是曾经接受了 家族十几年的训练 虽然在这边投三脚难踢 但绝对不能轻易认输 毕竟经商才是她最大的强项 来了两三个月了 在内宅斗来斗去的 她已经烦烈死了 所以必须要开展她的大业 想要得到商之霸主的地位 必须将商之衣食的这个头掀开好 目前开展的基础 就是希望有叶老爹的支持 如果叶老爹不支持 慧姐有种欲胆 李家和朱家那样的人家 是不会允许有特殊的一方出现 到时候肯定会极力打压的 因为李家朱家和皇家 现在正好是三足鼎立 各方面很平衡的时候 如果她出现了 这个局势就乱了 弄不好皇上都会慌张的 所以和叶老爹商量同意她才好办事 因为有了叶老爹的同意 就相当于有了皇上的支持 回头有银子在手 不管任何问题都可以协同解决 所以慧姐说道 爹爹 人生一世不能白走一遭 朱家已经那样的强势 但是李家的事情更是迫在眉睫 因为李家有四皇子 说不好听的 随时都可以携天子以令诸侯 而且他们在军中那么有威望 说不好什么时机到了 李家就名正言顺的成了皇亲国妻 所以爹爹起国现在看着还行 实际上问题很多 但是一般的问题不好解决 只有慢慢的让他们的口袋里面 减少了银子的出入 那么一切还是有机会的 就算这辈子不能完全的打压下去 但是至少可以有效地遏制 所以女儿要经商 希望爹爹能够同意 叶老爹诧异地看着慧姐 没有想到慧姐的对目前朝中局势的见解 已经这么深了 但是让孩子承担这样的重担 叶朵有些不愿意 他女儿在内宅开开心心的生活就好 如果真的经商了 将来这婚事怎么办 叶老爹说了他的顾虑 慧姐道 爹爹 女儿认为女子不能在内宅生存 将来这天下都变了 弄不好都封烟四起 那么女儿凭什么保护自己 安身立命 又凭什么能够的开心 将来的夫婿 会不会巴结那两家而舍了女儿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但是女儿经商了就不一样了 女儿有了自己的本事 可以将日子过好 不用看婆家的脸色 甚至就像爹爹说的 上门女婿也不一定不可以 女儿一直认为 这世界没有什么 比银子更贴心安全实在的东西了 再说 女儿不偷不战不抢的 用自己的智慧和本事赚银子 重要的是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如果经营好了 小赚一世一家 中赚发家致富 大赚扬名立万 赚爆了立国立民 瞧瞧 商人多么的伟大 爹爹您说呢 夜夺看着眼前慷慨激昂的女儿 瞬间属于男子勇气也上来了 他夜夺的女儿都能看得那么远 甚至这些话说的没错 真要是朱家或者李家上台了 恐怕第一个倒霉的 就是他们这些对皇族忠诚的世家 那个时候 谁还在意他夜夺的女儿是谁 所以夜老爹激动的道 好会见 爹支持你 是爹爹的眼光狭隘了 没有永远的和平 只有努力进取的安定 爹支持你 夜家的账目 慢慢的我这几天 让夜中给拢出来 你想要多少 爹都给你 但是有一点 爹需要提醒你 即使你说的这些 爹能明白 也理解支持 但是世人的眼睛 还是狭隘自私 并且八卦的 爹希望你处理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低调 不要过于的争强好胜 以免被人家过早的盯上 庆会听夜老爹这样一说 心里松了好大的一口气 如果他怎么说 爹爹都不同意 那才麻烦的 所以惠姐道 爹爹你放心吧 女儿知道轻重 而且家里有那么多人可以用 不一定非要女儿 亲自出去抛头露面 经个之所以说这样多 就是因为我想做什么 希望能够得到爹爹的任何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女儿只有爹爹一个亲人 不管做什么 我都不希望藏着掖着的 希望和爹爹开诚不公 以便将来有什么事情 我年纪小处理不得当的地方 还要和爹爹请教 再者这件事情 爹爹还是需要和皇上通的气 到时候只要不打压 女儿会将税负多提高一些的 这个具体的到时候再商议即可 所以爹爹你放心吧 女儿不会给您丢脸的 叶老爹热泪盈眶地拉过惠姐 摸摸惠姐的头说道 好孩子 你是爹爹的好孩子 记住缺人缺什么 一定要和爹爹说 而且元城是咱们叶家的大本营 到时候整个元城都是支持你的 所以你这孩子将来的发展会很大的 至于你的婚事到时候再说吧 没有国哪里有家 爹爹您可一辈子养着你 也不希望你憋憋屈屈地就嫁了 惠姐用力地点头道 是女儿一切都听爹爹的吩咐 好半天爷俩才缓过来刚才的激动 叶老爹说道 惠姐 现在朱家是金石玉器 古玩字画还有其他的 李家是腌制水粉和布皮 尤其是李家还有内务府撑腰 他们手里有太多的东西是优势 那么你准备做什么 惠姐洋洋手中的册子道 爹爹女儿打算从腌制水粉下手 然后是食品加工 因为女儿发现启国很多的调料 都是从景国和其他几国勾进的 如果能打开这个市场 至少在国内售卖就不是问题 老百姓过日子 谁不希望吃饱穿暖 有滋有味 物价低廉 可是现在启国的百姓 可没有那么自在的 上次女儿看账册 一斤酱油在启国都能卖到50文钱 快有两斤猪肉的价格了 天长日久的谁能吃得起 还不算别的东西的价格 要不启国的餐馆为何会那么贵 都是贵在调料上了 最后咱们自己人也没赚到什么钱 都便宜其他国家了 叶老爹平日里一个大男人 很少关注这方面 这样一听还真是这回事 难怪皇上总说关税就很贵 东西拿到国家来也贵 最后近乎的贵 售货的也不能太便宜了 谁也没有实惠 就成了今天这样了 所以叶老爹道 好 既然你已经有了想法 爹明天就去进宫和皇上被个案 到时候如果咱们瞎折腾一番 也就皇上看看笑话 如果真的能折腾起来 像你说的 什么利过利明的 也是功德一见 金哥就暂且好好休息吧 有什么事情明哥再说 回去吧 这几天太累了 这事情也不是着急的 快回去吧 第408章 皇宫备案研究古方 咦 惠姐这才走了 走出了叶老爹的书房 惠姐深呼了一口气 看着阳光明媚的日头 惠姐在心中告诉自己道 叶庆惠 商之一事正式开始了 你准备好了吗 驾 驾 叶老爹和惠姐谈过之后 久久不能平复心情 几乎是立刻打马上阵 准备去皇宫和皇上谈谈 这不是马蹄翻飞 这回子已经到了宫门口 叶老爹将马交给宫门口的太监 静止朝着皇上的御书房过去了 此时已经是下午未时末 皇上正在御书房披折子 叶朵在宫门口等待传照 很快立公公就拿着扶尘出来道 叶侯爷 皇上让您进去呢 郡主如何啊 那天郡主的飞天舞真是太好看了 给咱家惊得嘴巴都合不上了 叶老爹一听皇上跟前的公公 都在夸自己女儿 高兴地笑道 有劳立公公惦惦记了 惠姐还说起若不是立公公帮忙 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效果呢 还说哪日进宫谢恩还要谢谢立公公呢 真的吗 郡主还说要谢谢咱家 哎呦呦 可不敢当可不敢当 都是举手之劳 倒是郡主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叶侯爷这边请 立公公虽然说不敢当 但是听叶老爹说惠姐要感谢她的话 还是乐得和不上嘴 这乐颠颠的样子 很有戏感 叶朵进了御书房 立公公在门口很尽责地将门演好 立公公知道这个时间 叶侯爷进宫 肯定是有要事相伤的 这两日宫里不怎么太平 自从太后和皇后回宫之后 现在宫里面正热火朝天的忙着呢 叶老爹进了御书房的里面 看见皇上有些疲惫地靠在笼椅上假妹 然后叶老爹单膝跪地道 微臣叶朵给皇上请安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得顺皇帝楚睿看到了叶老爹 柔柔眉心道叶朵来了 坐吧 叶老爹察言观色 感觉皇上经得有些不对劲 就试探地问道 皇上 可是有什么问题了 不如和微臣说说 是后宫的事情吗 还是前朝的事情 还是身子不舒服 要不要叫太医来给瞧瞧 皇上淡淡地道 朕没事的叶朵 就是这几日朕太忙了 懒待了些 现在后宫和前朝都不平静啊 朕有些心烦 对了 你怎么这个时辰过来了 叶朵调整一下语速道 皇上 微臣有些事情想和皇上商议一下 就过来了 不知道皇上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 如果可以交给微臣来办 臣愿意给皇上分忧 皇上这几日确实想找人说说话 可是看着母后在养伤 上次遇袭击 让母后的腰伤犯了 这几日正在调养 皇后气色虽然很不错 但是很快就要生产了 所以有些动作还需要延后啊 前朝也是事情一大堆 谁说这帝王好当的 皇上无奈地道 叶朵啊不怕你笑话 这几日朕都没法子去后宫了 自从母后和皇后回来之后 这后宫现在是天翻地覆的 主子奴才的都很忙啊 连朕想去皇后那里 都一群奴婢从各个角落跳出来 说些叽叽歪歪的话 朕很烦 这么多宫女太监的不能都打板子吧 传出去是什么样子 岂不是朕都是暴君了 可是若是不处置 这宫里都成了什么了 奴才一个个的比主子都能耐了 但是朕要是处置也太多了 并且经个处置了 明个还会有 真是让朕头疼啊 现在的皇上有些烦闷 而最适合说话的人非叶朵莫属 因为叶朵是他的半读 从小一块长大 虽然这些年外放到了元城 但这不影响他们之间的默契 而且北部元城是启国的北大门 交给别人皇上是真的不放心 叶老爹思考一番道 皇上 臣认为这个事情也不是很难 皇上凝望了这些人很大一部分 年龄都大了 不少人都是先帝在的时候进宫的 纳惠子皇上刚刚登基不久 这里面的人自然不可能太干净 臣说句愉悦的话 现在宫里的主子不多 还要养着好几千人的奴婢奴才的 奴才比主子多了这么多倍 自然就是今天的情况了 况且这些人每日的嚼头 就是很大的一笔开销 再算上一年四季的月历斜袜的 连我们一个侯府人数不多 一百来人都要上千两银子以上的养着 宫里要养活这些人 不是要更多的银子了 现在启国情况不容乐观 皇上应该尽快处理才是 皇上为难的道 叶朵你说的这些情况 朕都知道这些人朕已经不是想动一天两天了 关键是以什么由头 怎么动 动哪一边的 之后后续的问题怎么处理 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这几天朕一直在忙这件事情 还没有什么头绪 叶朵眼前一亮道 皇上 臣有些想法可能有些不大成熟 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皇上道 叶朵你说吧 都已经是这个情况了 还有什么能不能说的 叶朵说道 皇上 臣认为这些人还是尽快处理得好 因为皇后娘娘那边等不得 尤其现在后宫如此不太平 太后娘娘也惦记皇后娘娘的身子 而且宫里可以肃清 但是皇后娘娘临产的日子已经到了 没时间了 当初皇后最后出宫养身子 还不是那些人闹的 所以臣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要尽快 其实眼下有个更合适的理由 不如说给为出生的小皇子祈福 将这些人都放出去 如果一些表现好的 可以赐给一些世家 或者哪些人家想要教养嬷嬷 可以抱上来 哪些年纪大一些的就有了去处 年纪差不多的还可以婚嫁的 就赶快安排出宫嫁人 这些人都可以给些银子 太监们出去愿意回乡的就给些银子 不愿意没去处的 可以去皇家的庄子 这样有了事情可做就不会惹麻烦 至于年龄再大一些的 太后娘娘和张家不是还有一个善堂吗 在哪里劳作一些自给自足 总比在宫里自生自灭的要好 这样一来也化解了宫里的戾气 短时间内年轻的宫人还有一些 也不用过快地补充进来 给皇上省了一大笔的银子 等皇后娘娘身子好了时候 再徐徐徒之 这是臣的建议 不知道皇上意下如何 第409章皇宫备案研究古方 二 皇上是越听眼睛越亮 对啊 这些工人完全可以一次性地放出去 尤其是将李贵妃和朱飞的宫里的人 多放出去一些 宫里留下差不多伺候的人就足够了 这样一来 宫里省了很大的开销 也解决了人员太多会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并且皇家祖训也是说过 定期放出去一些工人 以免他们晚景凄凉 怨气太重 伤了皇家的运势 这简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看来要尽快地办才是 最起码地要先放出去一批才行 余下的再慢慢地梳理 自然到时候宫里的情况就会好多了 那些人想在宫里安排眼线 也需要时间 这一次将大钉子都拔下去 他们若是在想做什么 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那个时候 皇后已经能将后宫掌握得更好了 皇上立刻高兴起来 叶朵你真是真的之交好友 这回你可立了大功一件了 想要什么赏赐 叶老爹笑道 皇上我们之间不必如此 臣经个过来 就是想和皇上商议一下 臣的女儿要立志经商 臣可能再过一两个月 就要回到原城了 到时候还请皇上照顾一下这个孩子 哦 叶爱亲的女儿要经商 这个消息可是让朕有些吃惊 这启国的女子 还有这样的想法和勇气 这孩子去经商 不会认为是建业吗 还是你们叶家缺银子 皇上本来以为 叶朵是想给女儿争取一些实惠呢 比如封地再大一些 赏赐再多一些 因为叶朵这人 只有他女儿能让他张嘴 反而他自己就不会要求什么 所以皇上很意外地问叶朵 叶老爹将经个早上会解说的话 再说了一遍 听得皇上都愣了 叶朵道 皇上 臣的女儿说过 比丢脸没面子 更难的事情就是没饭吃没银子花 那孩子还一套套的 说小赚一室一家 中赚发家致富 大赚扬名立万 赚爆了立国立民 当时给臣都说愣了 其实臣也不想让这孩子抛头露面的 可是仔细想想也是如此 现在国家内忧外患的真是不少 想必皇上这几天如此烦恼 也不仅仅是后宫的一些琐事 过了二月二 咱们可是要给井国和昌国送上贡品了吧 不知道今年他们又提出了什么条件 但臣女儿说的话让臣很心动 老百姓就图个吃饱穿暖物价低廉 生活有滋有味 可是这些年咱们被井国的商人给限制的够狠的 每年关税还不断的上涨 再这样下去 皇上咱们的亏空会越来越大的 所以臣想着让慧姐试一试 不管结果如何 也努力过 而且慧姐都能由此远见 也有对皇上的赤诚之心 慧姐说了如果赚了银子 可以自动将税赋提高几成 直接纳入皇上的私库 这孩子对皇上是一片真心啊 皇上听了叶老爹一番话 立刻龙颜大悦地笑道 哈哈哈哈 叶多你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 难得这孩子如此玲珑心啊 行 这件事情正准了 会交代下去 遇见叶家的商铺不要打压 尽量地帮助 如果慧姐真的能在石料这一块闯出个名堂 那么两三年之后 咱们国家就不用受到启国和昌国的限制了 到时候咱们也可以扬眉吐气了 好这个主意很好 太好了 叶多你放心吧 慧姐这孩子我都封了郡主 日后就当我的儿女一样养着 即使你不在京城 朕也会安排人帮忙看着 不过这个消息一定要仔细地封锁住 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这样慧姐的安全问题就不好办了 尤其是那些石料也好 腌制水粉也好 方子一定要保护好 朕不要那些东西 但是你们叶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一定不能出问题 否则到时候捣乱的比支持多多了 叶老爹看皇上同意了 立刻跪在地上道 微臣谢皇上恩典 臣一定交代好守住秘密的 皇上道 叶多 世家女子经营生意虽然不是头一遭有 但那些仅限于经营自己的嫁妆 如果慧姐真的坐了起来 恐怕一段时间之内 对慧姐的名声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世家嘴巴特坏 自己眼红想赚银子 但是还懒惰不愿意花时间精力 都交给下人去做 估计他们一旦看见慧姐起来了 就会说些难听的 也许会影响慧姐的婚事 这点你怎么看 叶多无所畏惧地道 皇上这事情慧姐已经自己想到了 那孩子说了名声没用 重要的是实力说的算 再说微臣不想让慧姐草草的嫁人 就算是慧姐年龄大点 将来找个心意相通的上门女婿也不错 所以这点皇上可以放心 皇上现在已经和刚才的疲惫不同 状态都可以用精神意义来形容 听了叶老爹的话笑道 好 你们爷俩都不担心 那么朕也只能成全了 这几天景国霍昌国的使者就要到了 这次他们的要求更苛刻了 关税又提高了两成 看来短时间之内我们还要忍受一下 未了不起冲突 朕也只能同意了 不过这次朕和以往不同了 因为叶爱卿你们父女给了朕希望 现在就看慧姐这孩子的了 缺什么立刻说 朕能办到的一定办 叶多笑呵呵地道 微臣谢皇上恩典 目前暂时没有什么求皇上的 如果有到时候 臣会亲自和皇上提的 现在臣要回家了 告诉慧姐这个好消息 那孩子一定会很高兴的 皇上道 好 金哥就不留你在宫里用晚膳了 你且快回去吧 叶老爹谢恩之后 一路心情愉悦地回家了 倒是皇上坐在御书房 久久想着事情 最后示然一笑 果然老天还是照顾启国的 让慧姐这样的孩子生在了启国 只可惜若是男子就好了 若是女子可以晚几年出生了 震得皇子都太小了 不过这些都是随意的想法 重要的是 今年景国和昌国 还能在石料问题上做做文章 若是再过两三年 事情变化多大 还不好说呢 所以皇上的心情真是太好了 一扫前几日的阴霾 准备去后宫走走 这次皇上没客气 一路上收拾了不少的宫女太监的 和太后皇后密谈了半夜 谁也不知道都说了什么 宫里一时间忽然安静了不少 很多人感觉到了 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第四百亿史章皇宫被案研究古方 三 难得李贵妃宫里很安静 自从宫宴之后 李贵妃觉得哥哥家的华姐受到了委屈 而李贵妃自己也在叶庆会那小蹄子身上栽了跟头 可见是那孩子是多么可恨 一定不能这样算了 李玉姬倒是没出宫 因为她担心一旦出去就进不来了 所以这回子和李贵妃在作伴 李玉姬艳丽的容颜无人欣赏 本身就很欲足 尤其想到那样的侯爷如此干净的后院 和自己没有关系了 李玉姬折磨自己好几天都没有休息好了 这回子和李贵妃坐在一起到 贵妃娘娘 那个郡主真是厉害 救了皇后 还会跳飞天舞 拒绝了娘娘的提议 这不是在和娘娘作对吗 简直是眼皮子浅的 难道娘娘就不想收拾收拾她 李贵妃这几天正捉摸这件事情呢 李玉姬就提了出来 李贵妃说道 好了表妹 本宫知道你的心思 这次是咱们太仓促了 没有准备好 有些失策 下一次咱们就不能这样办了 必须将事情做实了 到时候叶家也推脱不得 就像当初大姐嫁进肃亲王府那样 连肃亲王府都不能拒绝 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叶家 李玉姬一脸得意地道 贵妃娘娘英明 小妹也是这样想的 但贵妃娘娘不觉得 只要叶家有那个女孩一天 咱们的计划就会有变化吗 不如 李贵妃看着李玉姬的面孔 忽然觉得这个女子 更适合在宫里生存 看着娇艳无双的 实则心狠手辣 罢了成全她吧 毕竟是对李家有好处 而且上次没收拾皇后 让她损失了不少 竟然是叶家插手了 好吧 既然叶家已经表明了对皇后的忠心 就是我李如意的敌人了 故此李贵妃说道 表妹放心吧 过了二月二这事情自然有定数了 那些挡路的自然也会被搬走 本宫前进的路上 不能有任何的碍眼的东西 李贵妃无不狠毒地说着 给李玉姬吓得浑身一颤抖 果然比起李贵妃来 她要学习的地方会更多 李贵妃这边算是安静 这回子朱飞的双七宫里要热闹许多 因为文若郡主正在砸东西 自从慧姐成了一等郡主之后 文若郡主不知道砸了多少东西 朱飞在主殿里面自然也能听到 因为文若居住的偏殿是何主殿最近的 朱飞带着春嬷嬷准备过去看看 朱飞对着春嬷嬷说道 春嬷嬷你说文若这孩子怎么办 脾气这样的坏 将来嫁到什么人家本宫会不操心 春嬷嬷自然是安慰朱飞道 娘娘 老奴觉得公主有些脾气是正常的 否则嫁到世家 岂不是让他们搓圆捏扁了 娘娘且宽心 公主有朱家的血脉 不知道多少人家的公子哥求娶呢 老奴相信那求亲的人 都能从咱们双七宫排到宫门口去 显然春嬷嬷的话取悦了朱飞 朱飞终于有点高兴了 不过想着储弱的心意更是头疼的道 你这老奴嘴巴还和年轻一样的雕滑 你说的这些本宫也清楚 只是文若这孩子一根筋 非要喜欢那个什么宋末义的 本宫就瞧那孩子不好 太后的娘家 文若嫁过去岂能好了 只是这孩子不听了 春嬷嬷立即道 所以娘娘您还是劝劝公主改变些心意吧 那人老奴瞧着也没觉得多好 如果咱们公主可以看看别人 相信娘娘一定能挑个顶好的夫婿的 公主这么美丽 脾气秉性又这样的好 多少好二郎想要求娶没机会呢 那些个不懂公主好的人算什么东西 哪里配得上咱们公主 春嬷嬷真是太会说话了 给朱飞拍的那叫一个开心家愉快 似乎公宴上文若郡主 被宋末义拒绝丢脸的事情都看淡了 春嬷嬷还不忘了劝道 娘娘太医都说您不要动目或者伤心 这样会影响身子的 整个朱家还不是盼着娘娘 能生一个健康的皇子 如果娘娘有了儿子 那么日后朱家在朝堂上可要一飞冲天了 所以娘娘在关心公主 也不要那么生气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子才是 除非想到这里 摸摸自己扁平的肚子 想想奉坤公的皇后马上要临产了 极度恨是一瞬间启发 恨不得将那的孩子养在自己的名下 皇后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了 如果自己求求他 或者朱家施加一些压力也是可以的吧 当然这种事情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皇后不在了 到时候他就算不能生 但是抱养了一个皇后的嫡子在膝下 如此高贵的血脉 比低贱的连贵人生的大皇子 不知道高级多少 将来继承大统有正宫嫡子的血脉 可就是名正言顺了 朱飞物资做着美梦 紧跟着又是一阵瓷漆破碎的声音 惊醒了朱飞 朱飞脸色不愉的一路走过回廊 一进门就看见满地的碎片 温若披头散发地坐在椅子上 朱飞就立刻心疼了 紧跟着朱飞就瞪着圆圆的眼睛呵斥道 一个个的都处在这里做什么 不怕这些碎片伤到公主吗 还不赶紧打扫 难道你们还等着本宫来打扫吗 是 朱飞娘娘 奴婢这就打扫 这就打扫 宫女们都吓得哆哆嗦的 紧张万分的总算是给收拾干净了 然后很有眼色的都退了出去 生怕受到了责罚 春嬷嬷也退到了殿外等候 朱飞拉着温若郡主冰凉的手说道 若儿 何苦这样做见自己呢 不就是那个人不喜欢我们若儿吗 大不了我们若儿也不喜欢他就是了 这世上的男子都是贱的 你越是喜欢他 他就越是不踩你 反而你不喜欢他了 没准对方还回来找你呢 温若郡主储若听了之后 回过神来道 母妃 难道我就这样不讨人喜欢吗 从五岁开始我就喜欢他 一直到现在 是我不漂亮性格不好吗 为何他就是不肯看我一眼 为何要在那么多人面前 不给我留下一丝的余地 朱飞将楚若搂在怀里 温柔地抚摸楚若的头发道 瞎说 本宫的若儿是最聪明的孩子 小时候你学什么可快了 连皇上都经常夸奖你的 可是自从你喜欢上他的宋摩依之后 学习这些东西就慢了一些 理解的也没有最初的透彻了 若儿你已经被情爱迷失了眼睛 这世间的好男儿太多了 你看看宫外 想要求娶你的公子哥太多了 恐怕咱们双气宫都装不下 你看是不是如此 何必一定要那个不喜欢你的呢 这样不是很辛苦吗 若儿醒醒吧 无论你做什么 那个人都不会看你一眼的 放弃吧